地平線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地平線期待黎明 又來一隻 早知道我讓你們決鬥了 巨齒瘦我的天啊 我真的覺得巨齒瘦不正好打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怕的是火 我 速度更快 速度更快 很貴 我喜歡青醬葛梨麵 唯一喜歡的就是那個 對啊 焗烤更貴 沒有焗烤 除了青醬咖哩之類的 其他覺得普普 我最喜歡的是白醬 然後是紅醬 青醬我還好 不過義大利麵最討厭的地方就是 他很容易噴到衣服 因為他的麵條很有彈性 就很容易甩到衣服上面 把我的蘿莉塔就會留下痕跡 好了 好了 好了我來了 你們慢慢吵 我先走了好不好 我發現他在講話的時候 他的鬍子會在那個臉上面 就是伸縮伸縮 他鬍子應該是在裡面另外有一層 不是跟臉同一層 我發現他在講話的時候 好 我覺得我快要把可以幫助的人 都幫助完了耶 哇這個人的裝甲怎麼看起來這麼的 這麼的 厚 告訴我什麼事 你的家庭 可能我可以幫助 我懷疑了 我懷疑他們都已經死了 我暈倒了 生命 機器 嚴重的機器 攻擊我家庭 父親送給我幫助 我不愛買家 很噁心 秒和熊的孔衛 愛好完全都不一樣 對啊 我們喜歡的東西都 常常相反 我喜歡他就不喜歡 他喜歡我就不喜歡 青葉者 青葉者 我不喜歡青葉者 我也不喜歡白醬 如果可以改成沙沙醬 一定會更好吃 沙沙醬 我不知道耶 很多東西也是相反 嗯 沙沙醬 超讚 我居然不知道什麼是沙沙醬 好我離開去 我看能不能救到他們 我會 喔 謝謝 喔 拜託 小心 那些機器 都死了 我喜歡吃便當店 那種魚排 就是有骨頭的 我都 不喜歡 我終於可以叫做騎啦 我基本上不太喜歡吃魚 除了生魚 除了生魚片 點錯任務 我想說怎麼會是 怎麼會是他 沙沙醬是配炸物很好吃 炸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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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我還沒有吃過 所以 一定要找個機會去一下 天鳥只喜歡 麥當勞的 雪魚堡 的魚排 沒有耶 其實麥當勞的 雪魚堡我沒有很愛 因為講的魚排 是炸的 那種沒有糊頭的 好喔 那種我喜歡 麥當勞的我覺得 味道很奇怪 麥當勞的魚排堡 哇 莊園 哇 這麼有錢 整個小狗做他們家 唉唷 死掉了耶 看來我來不及了 天爺者 叫一隻嗎 我讓守勢者跟他打好了 來 過來 過來 做得好 好 戰鬥完了 呼 直接被秒掉 等一下 箭矢不夠 不見不見 掰 塔塔醬 塔塔醬好吃 純豆炸魚其他料理方式都喜歡 不習慣 不喜歡 魚不好吃 你是熊 當然喜歡吃魚啊 哇 死光耶 我來了太慢了 欸 有人 出門 哈啰 門不能開 這裡嗎 退後退後 死光 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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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跟熊有關系阿 話說剛剛月月都講錯了 月月剛剛講的是塔塔醬 不是莎莎醬的樣子 那千鳥喜歡星期五餐廳的炸魚薯條嗎 星期五餐廳Friday嗎 我沒有對他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我應該只進去吃過一次還是兩次吧 告訴我什麼事的時候 有些人被刺激 有些人被刺激 我爬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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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爬走我進去 我聽到他殺了 然後 我爬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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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爬開門的門 但他把我放進去 他救了你的命 我爬走 他不會遇到他 我爬走 吼 我爬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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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速 我爬走 快速 會爬走 有啦如果建設到的話應該會彈開 金屬板看起來很厚 Friday沒吃過QQ 你找機會去吃一下 你怎麼沒有帶我去吃 我沒吃過耶 我是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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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 小時候吃的 我都忘記味道了 原來是塔塔醬不是莎莎醬 莎莎醬是會辣的 辣的不要 不知道是不是一樣的耶 這樣 好 調查莊園 看能不能找到一罐 就可以吃吃看了 不是 是 亂扯 我真的沒有發現什麼啊 這個莊園好大喔 我覺得應該不會是從我進來那個入口 看起來 我原本想說那邊破掉了 這裡嗎 欸 會不會是被陷害啊 是我要怎麼進去呢 他們應該是從這個地方撞進來 直接撞爆 威力也是很大 這個門應該可以 我還會開鎖 我還會開鎖 我誰住到了 來泡泡麵 喔 我要更餓了 叉叉這樣看起來很有活力 塔塔醬看起來像 長了霉菌的白鳥 你幹嘛這樣子形容啊 我沒有辦法調查詳細的資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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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會這樣咧 太壞了吧 哇 太壞了吧 太壞了吧 這叫做活該啦 自己害到自己了吧 啊這叫做活該啦 我來了這個就蠻討人眼的 我來了這個就蠻討人眼的 就蠻討人眼的 怎麼這麼難燒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不動 太壞了 啊 太壞了 再拿再拿 下來吧 跳在上面 走一下 沒有動 別動 下來 還沒死 我想說一定燒了死了說 死了嗎 死了 快一隻 下來 反而飛飛越高 他要去哪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 下來 我覺得他弟弟真的太誇張了 希望你未來可以過得不錯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切小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拜拜